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视频空间 今天波罗上传接着昨天更新的奥特曼50周年推出的写真系列的招合篇章之后的评程篇章的一个介绍 那说到评程篇的话 那首先就是我们的评程三节之后是依次往后的高斯啊 还有杰斯提斯啊这些 好我们前往不多说就直接给大家看吧 那这一本书啊 个人这一本写真集啊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啊 而且价格方面也很很好 有附属 你看之前介绍的辨称器 那我们先从迪迦看起吧 那迪迦就是我们远古的这个光之巨人啊 而这边呢就是一个算是背对着我们的一张图片啊 你看这个新的皮套看起来非常帅气啊 然后这边继续 然后是我们的戴男奥特曼飞鸟性变身的 然后这边高楼大厦都非常真实啊 然后这个皮套也是新的皮套啊 好 继续 然后这边就到了我们的阿古如和我们的盖亚 那盖亚和阿古如呢都是大地的破坏者 他们一登场的话 这个地我觉得就要烂了 然后两个奥特曼 两位主角的这个奥特曼的一部作品 然后继续 然后这边到了迪迦番外篇的一位奥特曼 这个是奈伊斯奥特曼 那这一位奥特曼呢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特征就是 胸灯呢它是长在这边奶子上 然后它的造型啊其实也非常的像迪迦 有点像迪迦跟这个初代的一个结合啊 然后这边赛文21和我们的奈欧斯 奈欧斯啊对他们这个应该在在在一个飞机的一个停机坪啊 你看这这还是做的还是非常真实的啊 继续 因为今天元宵节嘛外面很吵 然后这边到了我们的慈爱的战士Cosmos 那这位的话背景啊非常好看 蓝色的一个背景有点像富士山的感觉啊 那我们的高斯是月神形态 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边到了他的好基友 杰斯提斯那杰斯提斯的普通形态啊非常帅 他的人间体居然是个女的 那个女的特别长得像国内的一位明星啊 那大家可以自行脑补 然后这边就到了雷杰多 你没有听错 雷杰多啊就是我们杰斯提斯和高斯 融合的一个形态 这个形态非常帅 很帅气有没有 你看造型啊 然后这边到了耐克瑟斯的普通形态 耐克瑟斯 这边到了麦克斯和杰诺 那这张图片的话就在夕阳下排的 耐克斯最强最快 杰诺也是大酱油的一部奥特曼 但是他造型特别像孟比奥斯啊 据说是孟比奥斯也是靠他改的 这边到了我们的 我和调克斯都是一部奥特曼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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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奥特曼人就是说什么的 hace中国吗 我和调克斯其实也认为他自动地盆在美人的一部奥特曼人的一部奥特曼人家的人